流星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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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大家好 今天要來開箱一下 我們在加拿大的時候 有在一些他們的超市 或者是Costco 買了一些零食 或者是覺得很適合 拿回來當伴手禮的小東西 那我們就來轉這個轉盤 給大家介紹一下我們買了哪些東西 值得跟大家分享的 這就是我們想為大家開箱的第一包 在Costco買的伴手禮 也不算伴手禮啦 就是自己很想吃的那種小點心 因為那個我看他外面的包裝啊 就覺得他是用一些沒有添加一些人工色素啊 也沒有添加人工香料 而且是用真正的檸檬汁去做的餅乾 而且這包是非常重量級 蠻重很沉甸甸 那再來是他這包的價錢還算蠻便宜的 差不多10塊加幣吧 然後我們現在就打開來為大家試試看看 看是不是真的檸檬味非常的濃厚呢 我看還是用剪刀好了 他們的這些東西啊 大包裝的大部分都是有設計夾鏈帶 所以就算很大包也沒關係 因為打開來之後還是可以把它密封起來的 沒問題啊 他後面還有特別的標示這些 小小一塊耶 跟一般那個高餅店賣的不太一樣 他比我想像中的小 嗯 像之前有買過一些像這種配咖啡的意大利脆餅啊 他也是做的像這樣子的外觀 但是他這個的話就是做的比較小片一點 感覺比較好入口 嗯 有酸喔 嗯 有酸 嗯真的 他這個檸檬味 是很像我們在吃那種 蛋糕店裡面 烘焙坊的那種 蛋糕糖霜上面的那種檸檬的味道 嗯嗯 真的有酸 有酸 所以這適合配咖啡嗎 嗯茶或咖啡我覺得都蠻適合的 吃起來蠻清爽的 嗯 確實 而且我覺得他比較好咬 他的餅乾雖然有脆 但是不會說太硬 我覺得蠻剛好的耶 對他是比較沒有這麼硬啊 但是他甜度還是有 因為他有一些糖霜在上面 所以還是有一點甜 真的不錯 但是他的酸度是感覺出來是 真的檸檬的那種清爽感 對 很香 嗯 很不錯 這包價格多少 差不多 他好像有特價耶 是喔 對他好像原本12塊多 然後很像有特價 少2塊還是少3塊 所以他應該是將近10塊左右的加幣而已 在Costco買的 喔這包 Facebook的 這個Party Party版本的 對分享包 794克 794克喔 真的耶 794克 這邊淺淺的字 好 那我們換下一包吧 波波說 我們一樣 來換有水果風味的 登登 這讓我看一下小潮 這一個的價錢 是8.49加幣 一樣在Costco買的 那 因為我本身很喜歡吃那種水果風味的東西 再來就是說 那種乾燥的餅乾類啊 乾果類啊 也一直都是我的心頭好 所以呢 我看到這個蘋果乾照片 我就忍不住 一定要拿一包 我這邊剛剛看到 這是加拿大製的 加拿大製的 對啊 加拿大製的 而且 他這很像 就是加拿大很喜歡賣這種 比較健康的食物 它就是這裡面會調裂出 它是那種 非常的那種 高纖維的攝取來源啊 沒有另外一天加糖啊 也沒有人工的味道 跟色素 然後 而且它是 它是慢慢把它乾燥的 它不是用炸的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登 馬文已經想先公布答案了 非常好吃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馬文大推 這吃起來就是非常健康的 完全沒有添加的 對啊 非常原來的顏色 然後拿紙巾來去烘烤吧 它不是說 還要那種 給它為了好看 然後把它弄得白白 白白胖胖的那種感覺 嗯 這個 樣貌雖然不怎麼樣 但是很明顯的 那 酥脆度好夠 對不對 真的是像 chips一樣的感覺 嗯 這分都不錯 而且它的價格才8.49 8.49 300公克 這麼多 這個 這個 這個要大推 真的不錯 你看它就是去脂之後直接連皮 去脂之後連皮 買對了買對了 這個 後面有標示說 這有很高的一個纖維 然後什麼都沒添加 嗯 對 健康食品 不囉嗦 換下一包 可以在加拿大好好地找一找 嗯 說不定都有驚喜了 那它的Costco 並不是說 所有的加拿大都有賣所有的品項 對 我們就是有這樣 對 可是你現在今天到A店 你看到的某些東西 它並不會一定在下一間B店就出現 所以你如果看到 你別想說下次再買就好了 過了這個村就沒這個店了 請你一定要把它抓好抓滿 放到你的購物箱裡 好 再來 第三位 一樣也是健康類的食品 這個我在那個一般的亮飯店也有看到 但是Costco它是賣比較大包裝一點的 然後我是想說 因為 有時候 就是 下午茶的一些小點心啊 或者是帶小朋友 如果 出去外面 的時候 像這種 有20包 然後 它有10包口味是 巧克力的 10包口味是一些果乾的 所以 也是也是加拿大做的喔 這樣帶出去很方便 你看 包裝又蠻漂亮的 我覺得設計的很 風格蠻簡單 感覺有一點點 像是那種 食尚類的零食的感覺 欸 這兩種是不一樣的耶 還有兩種口味耶 對 一種是果乾 對 另外一種是巧克力的 巧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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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這邊也是說 它沒有 堅果 所以 他們 加拿大國外的事情 我覺得真的對一些 會過敏的 那些 族群 還算是蠻貼心的 很多東西都會有標示說 它是什麼東西一樣 什麼東西是沒有添加在裡頭的 然後 怕過敏的人 就可以自己避免 這些東西 來 試試看 好像還有很多的那個 一些 非常好的營養素 在裡頭 大家可以看一下 來 試試看 這個是 梅的 果乾類的 你這個是巧克力的嗎 那做的是球的狀況 欸 真的好可愛喔 很像是用一些穀物 像那種 燕麥片之類的東西 下去 把它 那個 做成一顆球一顆球 比較好入口的 小點心 這就很像那種 能量棒 對 這就很像那種穀物棒 長條扁扁那種穀物棒 能量棒 登山用的那種 對 很像 它只是做這種 像是零食包而已啊 嗯 其實形狀不同而已啊 所以它的口感是 其實就是 像那種燕麥片一樣 然後軟軟的 嗯 然後但是是健康食品 所以 不想要身體有這麼多負擔 想要攝取多纖維的 嗯 零食的話 其實這種也是不錯的選擇 這包是 十二塊半 然後 還要再加水 不知道為什麼 其他另外的都 另外兩包的都不用加水 這一包要5%的水 所以這是 兩種口味各10包啊 所以總共20包 一包真的是吃健康的 那這個12.49 算是 不便宜 對 不便宜耶 算不便宜了 但是它其實在一般量販店啊 它大概是 好像五包的包裝吧 就要五六塊了 嗯 但是 真心話來講 我不推這個 哈哈 因為這個很普通 這個就很像是那個 長條的那種棒棒 對 然後這個價格也沒有很實惠 所以 各位做參考啦 如果你喜歡這樣子的包裝 然後圓圓的話 你可以考慮看看 喜歡吃的那樣棒的朋友 可以考慮一下 這樣子的產品 圓形的 那也蠻適合給小朋友吃的啦 嗯 那我們今天呢 就繼續 Part 2 那我們今天呢 打開這個 他們的野生鴻鮭魚的罐頭 那時候在Costco 買的時候差不多20塊加幣 然後 它那時候有特價 所以大概現在是 那時候買是16塊 那打開來之後呢 它就是會像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來試試看看 把它倒在碗裡面 然後呢 試吃囉 它是野生的鴻鮭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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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得到嗎 好香喔 它上面有顯示 標示說它有豐富的Omega 3 嗯 好吃耶 因為在加拿大嘛 所以我們就不免俗的買了鮭魚系列的 那其實他們有很多那種沙丁魚罐頭 我覺得也都是不錯的選擇 當你去那個 那邊露營的時候啊 其實這種罐頭產品就會是一個 非常需要的東西 那鮭魚罐頭呢 是我覺得可以拿回來當一個伴手禮 其實它蠻重的 它一罐裡面大概有 213克 喔對對這邊 213克 然後有4罐 還不錯喔 而且肉質很嫩喔 好我們就先把它放旁邊 好我們開箱下一個產品 下一個 我們來開這個好了 加拿大一樣 必備的伴手禮 楓糖餅乾 非常的甜 但是它很有特色 然後它除了是做楓葉造型之外啊 它裡面的夾心內餡 也是那種楓糖口味的 那這一罐呢 這一盒呢 我們找到在哪邊買最甜 就是一元商店 它有一些那種 一元商店的地方 你可以 跟一般的超市比價完之後 你可以去那邊 可能可以撿到寶 但是其實它的一元商店 也不是東西都一元啦 對 那只是讓你有感覺說很像划算 但是其實你還是要比價 有些東西甚至比一般的那個超商還貴喔 所以還是買東西的不二法則 就是要多比價 多知道行情 貨比三家不吃虧 你就可以找到划算的商品 那這一盒呢 我們在一元商店那邊 買到的價錢是2.75 然後這個餅乾類它不含 就是不用再另外加水 那這個楓糖餅乾呢 其實價差還蠻大的 如果你到一般的 像量販店那種去買的話 它可能一包都要3.99 或者是4塊錢 4塊多 所以價差其實蠻大的 對 所以還是秉持著貨比三家的心態 超香的 而且這楓糖餅乾 馬文是沒有在其他地方有看過啦 好像真的是 就是加拿大的那種紀念品啊 半熟裡 嗯 還有楓糖漿也是啊 這次我們沒有買 那我們就是 試試這個很漂亮 做得很漂亮的楓糖餅乾 給大家看看 這個才要先泡好啊 對,才要先泡好 或者咖啡 哈哈哈哈 它這個味道就是有點不太一樣 我覺得楓糖餅乾 它其實有一點點那種 焦糖味 可是它又不是焦糖 它就是有它自己一個特殊的香氣 真的要品嘗過後才會知道 而且很酥脆喔 非常的好吃 這也是我們 就是會懷念加拿大的一個小點心之一 很好吃 這個產品推薦給大家 到加拿大送禮自用兩香禮啊 嗯 對 那我們去了解它的行情之後 也是發現現在跟我們十幾年前比 是價格是大幅的翻揚了 往上一直一直調整 所以這次比較新的價格是2.79 給大家參考一下 也是我們 我們兩個可以找得到最便宜的價錢 我們找了無數的商店 因為價格都還挺有在一點叉叉的 的那種十幾年前的記憶中 OK 好,下一個 下一個 下一個 我們來開這個 這個是在Costco買到的 那會買它的原因呢 是因為我覺得 我很喜歡這種巧克力裡面有堅果啊 或者是有那種東西在裡面的 然後這樣感覺不會吃的太甜 然後又相對的比較健康一點點 那這在Costco買的價錢是 9.99 就是將近10塊錢下幣 但是這好像要再加5%的碎在上面 我們打開來 我覺得值得一提的是 他們國外現在很多的那個 零食啊 產品 都 其實我是覺得都還蠻健康取向的 那再來就是說 他們都是用很多那種 非基因的 產品在裡頭 所以你如果有看到這個藍色的那個標誌啊 你就知道說它裡面的成分的東西是非基因改造的 喔馬文剛剛已經搶先嘗試了 這個它是號稱黑巧克力吧 那這個吃起來的確是黑巧克力的甜度 根據馬文的經驗它大概是60%左右的巧克力濃含量 就是吃起來不是很甜 他說它還有含那個Sea Salt 可是有一點點那個海鹽 有 所以會吃起來特別鹹嗎 一點一點而已 馬文推 真的不錯 而且這個價格剛剛有跟 太小片了 太小片了 不過它上面是寫說是美國生產的 所以在美國的朋友應該也可以買 購得到 這個甜度我覺得適中 對 大概 它還 它還真的 差不多是像馬文出的60%左右 沒有錯的 一般來講 我認真的 黑巧克力就可能是72% 但是它可能還比72%再甜一點點 所以 應該是60%巧克力的那種甜度 嗯 這樣低溫保存 我剛剛手捏了 一分鐘吧 就已經手上有沾到巧克力 所以買這種巧克力的產品啊 要注意一下 保存的氣溫 氣 溫度 不然你可能回來就團結在一起了 知道嗎 很重要 封起來 等一下拿去冰 對 等一下拿去冰起來 現在台灣也是蠻熱的了 最後一個 下一個產品 哈哈哈哈 這個 這個 這個馬文就不得不說 這個是 馬文要吃回憶的啦 你看 這個 這個 這個叫 Old Dutch這個產品 在我們 我那時候還是 學生的時候 這個是奢侈品啊 哈哈哈哈 這個很 這是 這下多少錢 現在這個是在 就是一些那種 量販店買的 那它是兩包 六塊錢 而且 還要再另外加稅 特價的時候買的 就是一包三塊錢 特價的時候 對 算起來台幣要75塊 那如果沒有特價的話 一包要上百塊 台幣 沒有特價的話 現在都是四塊多 他們這個其實 他們的洋芋片啊 都真的還蠻重的 像這樣的包裝有235克 對 其實都還蠻實層的 不是說那種 買空氣 買 買那種空虛感 他們的 這個chips都還蠻實在的 看一下看一下 那這次這包 是我特別挑的 比較健康的 低鹽的 低鹽的口味啊 那吃起來是 真的還蠻清爽的 嗯 而且它的最重要 就是它的 它的 洋芋片有一定的厚度 馬文是很喜歡吃這種口感的 太薄的也不行 太厚的也不行 這樣子就差不多 真的耶 它那個 鹹度 非常的剛好 所以這個牌子 馬文推薦給大家 這個是馬文吃起來覺得最不錯的 那如果有發現價格實惠的話 可以試試看 嗯 嗯 現在吃起來是一樣好吃喔 只是chips 實際上不太能吃太多啦 嗯 它這邊都會有標誌就是說 那個沒有含膚質 然後是非常健康的風味 比較真的蠻配近天然的感覺 那這個在加拿大也是蠻 蠻普通熱賣的商品 所以幾乎在大街小巷的商店都可以買到 然後它有小包有大包 這個算是比較相對大包一點的 所以 它有別的口味嗎 有它有很多種口味 有經典的 還有薄片的 還有一些什麼BBQ的等等的口味 還有什麼sour cream 國外的羊片很喜歡sour cream 那跟這馬文買比較健康一點 一眼的 嗯 吃起來不錯 真的不錯 嗯 好 那我們今天的這個 開箱 產品開箱就到這邊 對 好 謝謝收看 11分